漫画改编的韩剧 我的ID是江南美人 开播前后讨论度都相当热烈 如今终于播出江美来和都九夕 为了要完成课堂作业一起看剧店 约影会的桥段 而这段刚刚萌芽的恋情 将如何发展也让观众十分期待 相信大家追据的同时 应该也都有注意到美来 詠希身边的学姐和同学 每个都是超高颜值的脸赞女神 其中还偷偷藏着新二代 到底是谁就跟着小编继续看下去 普佑娜是留人一年级的戏代表 家境一般靠着打工获得零用钱和美来 正分是好友 成熟大方的性格获得许多同学 学长姐喜欢 也是第一个发现秀儿秘密的人 又已饰演小蓝姐的普佑娜 真的让观众越看越演熟 曾经演出过舞里的前进 秘密森林 TheTaket的小配角 和男主角车金鸠 是高中同班同学的普佑娜 也曾经参加过挑战金钟 虽然出道时间不长 但却能够担任韩亚航空的代言人 完全就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新人演员 虽然拥有成熟的外表 但真身年龄只有20岁的她 果然气场不输给前辈们了 裴多斌是全润星二连级的戏代表 化学系很有个性 激爱中性打扮的学姐 在参与庆典活动前 会议时反抗学长想法 因为短发被学长当作开玩笑的对象 后来为戏上女性发声 又二新人演员裴多斌 原先拥有一头长发 曾经演出要先接吻吗 推理的女王二中的配角 拥有麻豆身材的她 也参与许多画报拍摄 这次为了符合角色的人物设定 剪去长发 换成了个性风格短发造型 依旧藏不住她的时尚脸蛋 短发造型也让人印象更深刻 正会连是李治孝化学系新生 玄秀雅的好朋友 一直促成秀雅和多迥西 曾经识获多迥西的手机 并将她爸爸是国会议员 这件事散播出去 乐业和李玄鱼 据和拉卫同经纪公司C-O-N-T-E-N-T-Y的艺人 出道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拥有三项代言 也演出过往剧评 在剧中因为狠女二是好咬 因此戏份很多 也让许多观众注意到这明星人演员 相信未来她的星图 也是无可限量的吧 李毅黎是金泰西化学系二年级的学姐 但貌可爱 但因为身材稍微风雨 常常被学长与男同学改名为入泰西 和戏代表恋爱中 左翼隐藏的新二代就是她了 爸爸就是演员兼郭敏 MC李静奎 曾经和爸爸一起出演综艺节目《拜托爸爸》 目前和普宝英都属 Figestation旗下艺人 为了肉泰西这个角色 刻意为戏增胖 九公斤的李依林真的超敬业 虽然出道不久就公开和韩国足球拳手精英赞的恋情 不过相信如此敬业又诚实的她 未来一定也可以走在花路上了 徐智慧市民俩新生报道处将资料递给新生的学姐 在新生网会上和景西同组的学姐 以及在走廊上邀请秀雅参加庆典活动 请她多找一些人参加的学姐 又一戏份不多 总是莫不经意带过的学姐 由演员徐智慧饰演曾经以学生的身份演出综艺节目 Hard Signal Get It Duty 目前也参与网剧 怀疑学校生活艰难的拍摄 未来可能会朝演员集通告艺人发展 只能说导演不止选对男女主角 就连配角的们也都超级加分 整齐戏根本就都是脸蛋天才主演 难怪很多人都说秀雅没有像漫画中惊为天人的美丽 真的是因为同学们也都是超强潜力鼓